你們這些YouTuber 都這麼紅,還來參加嗎 明明隨便拍片 也有多人看過我們的舞台 還來《全民造星》做甚麼 這刻我覺得我個人不滿足 因為始終好像到了樽頸位 拍攝到有固定的人體 但不能再升 到這個位置,我就想突破 能夠站到台上,面對這麼多觀眾 因為一向以來 我也是在鏡頭前面的觀眾 就是我拍片 但真的沒試過站在台上 對著這麼多觀眾 好吧,見你這麼多追蹤員… 不,見你這麼有心,讓你入圍吧 不過Cotton自從入圍之後 就好像不多開心似的 你的火力去了哪裡 我一直都覺得在鏡頭中 很大壓力 人們已經跳得很快、很順暢的時候 我一看見他們,我就會很害怕 害怕自己,為甚麼… 覺得自己為何這麼廢物 原來Cotton 因為在排舞中追不上進度 情緒幾乎崩潰 我最大的問題是最大的問題是跟不上 最多是不能拍攝音樂錄影音樂 但如果你的心理狀態這麼不好 你不能參加這個比賽 其實這個比賽最重要是玩分離 你要記住,你們兩個不同的參賽者 你們兩個是有一固定的支持者 基本上有很多人看著你 其實是別人的榜樣 你參加這個比賽 大家要看著 原來他的偶像是這麼容易放棄的 你們也有你的責任,對吧 其實我自己是一個很沒信心的人 很多時候拍片,很多時候是NG 大家為何會看到很多自信 因為我們拍過很多次 但這次不跟這個真人騷擾 你沒有NG,所以我會想辦法 如何克服這件事 聽完花姐的教誨 Cotton為了要對得著粉絲 馬上著火,不斷加操 Cotton,來吧 Cotton 一定要記住你這次參賽的初心 我也想用這個過程 證明自己不只會拍片 我還有其他的才華 在身體內未自然出來 全民造星2 今晚10時半 ViuTV